近日看一个直升机吊挂电力塔的视频,标题是真牛,直升机架设电力塔,国家电网又一次都在了科技前沿了,视频中一架红色大型直升机吊挂着一个巨大的电力铁塔从远处飞来。 在地面电塔基座上悬停了一会儿,就将铁塔的四个角,稳稳都放置在四个基座支撑上,真是空地对接毫离不差。 通行资源网友随名望子欣拍摄的S64F直升机数次来划作业照片,转发的朋友狂战中国机械狂魔从地面延伸到了空中,显示出飞行员高超的技术和直升机有良的性能。 但是仔细一看才发现,这个视频和直升机都非中国,而是美国希克尔斯公司S64F重型直升机,在扑射北美电网时的作业视频,让激动的朋友空换洗一场。 S64直升机由美国著名直升机设计师伊格尔希克斯基设计,这种重型直升机装在货物不是装进机舱而是吊挂在外部,也可以杂挂可拆卸式货舱。 因此有空中吊收的外号,该机最主是为执行军用运输任务设计的,军用编号CH54。 1962年5月9日首飞,由于无需货舱,所以机身可以做成简单的粮食结构。 机身上方安装传动系统。 前下榜悬化驾驶舱,希克斯基还在驾驶舱内安排了一个后下座位。 在吊装货物时,该座位的飞行员,就像吊车操作员那样控制体重脚盘,并精确操作直升机悬停在货物上方。 吊起一辆坦克就走的CH54,是S64直升机的军用型。 CH54直升机还配有专用的运输货箱,可以运在轻型车辆货人员。 其中直升机运送的货物不是货舱尺寸的限制,并且由于飞机结构简单,可以大大降低生产和运营成本。 这种特性不仅在制用上大放异彩,在民用上也非常实用。 但这批军用CH54直升机由于寿命问题退出美军建议时,其民用型号却仍然在世界各地为经济介绍服务。 1992年,埃里克森公司Derekson Air E-Cream购买了S64型号合格证。 翻新了一些美军退役的CH54直升机,并在全球经营直升机租营业务,主要帮助客户运输安装大型物件调略、森林灭火等。 2015年来花演示的埃里克森公司S64F重型直升机。 2015年5月29日,中航国际通航引荐了美国埃里克森S64F直升机,圆满完成了国家电网特高压调装组塔试验项目,和北增化西蒙山东一线千伏特高压线路工程。 这是美国直升机首次来华执行飞行任务也,是国家电网第一次应用直升机进行特高压电塔的调装组塔建设,开创了国内应用直升机进行特高压输电铁塔组塔调装的先河。 不过和大家认为的中韩国际购买了这种重型直升机,并由中国飞行员操作的概念不同,其实,所谓的已经并非购买,而是租赁, 从飞机到飞行员,以及调装操作员也都是美国人,而通过此次演示,中国也了解了直升机调装电铁塔的实施过程,认为出力美国直升机和飞行员来调装电铁塔并不合算,由于是跨国租赁,程序百索,运输费用昂贵,埃里克森公司还规定单向工程中,直升机必须飞行不少于180个小时, 这样才能确保速力飞机能够盈利,如果飞行时间不足180小时,比如就装一通塔,它仍然以180小时报价,这样的话,只有大批量作业使用直升机才核算, 而最终,除了2015年的演示飞行外,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这种美国特有的重型直升机来划作业或飞行,而学迷惘又憧憬地购买这种重型直升机,并装备我军部队的想法,更加是不切实际的外外了。 所以说,人家的直升机在好,也是人家的,不可能平白无辜给你使用。 加上这种复杂的大型直升机,美国人也不会开放,给你中国飞行员来操作,就算来划作业,其核心也掌握在美国人手中。 因此,只有进一步提升本国直升机工业的水平,研制出更加先进和可靠的大型直升机,才能够极满足于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,又服务于国民经济发展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